路加福音第39天 每日亲近神 这圣经仍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祂得着亮观 路加福音12章1-12节 敬畏神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 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 在那是父儿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 总不得赦免 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么分诉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在第十二章一至四十八节的段落中 耶稣将重点转到门徒的身上 今天的经文 提醒门徒应当敬畏神 要成为敬畏神的人 首先要小心不要跟法利赛人一样 假冒为善 当时几万人的盛会 势必让门徒感到飘飘然 所以耶稣格外提醒门徒 不要学法利赛人 只想拥有维持美好形象的错误心态 应当知道神是骗查全地的主 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躲过神的审判 即使是人内心深处的意念亦然 这提醒我们 不单只是外表敬虔 内心若有不合神心意的意念 也应当快快悔改 求神赦免 因为神有审判之权 也有赦免之恩 因此接下来耶稣就教导门徒 不要怕会杀害身体的敌人 我们所应当敬畏惧怕的只有一位 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及灵魂 都握有生杀大权的神 不要为了讨好地上的人而伪善 相反的 要敬畏那能拯救 且审判我们属灵生命的主 接着 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看见 接受福音信息的重要 干犯人子表示拒绝耶稣的行动 但将来这人醒悟回转 还是可得赦免 但是 亵渎圣灵是指 明知是圣灵的工作 却故意轻慢 侮辱圣灵 就叫圣灵永远无法 做工在他的心里 这样他就没有悔改认罪的可能 当然也必得不着赦免 得着生命的道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而我们不应漠视或拒绝圣灵 在心中的感动与催逼 因为将圣灵的工作置之不顾的人 将永不得赦免 因此我们需要常常祷告 求神的灵感动人心 可以柔软 回转归向神 并且身为主的门徒 我们也肯定地相信 圣灵是我们的引导者 当我们面临生命的危难 因着信仰而遭遇他人的控诉时 神的应许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指教我们说当说的话 敬畏神是一种态度 在与神同行的路上 势必遇见许多挑战 就如假冒为善的试探 让我们希望能塑造出敬虔 爱主的外貌 以讨人欢喜 面对非信者的责难逼迫 不论是什么样的形式 都可能让我们因着害怕而失去信心 因而不敢为主做见证 所以耶稣挑战也激励他的跟随者 要将那位可以杀人身体 也能杀灵魂的神放在首位 因唯有他是当敬畏的 也唯有他是最爱护看顾我们的 因此我们要相信 他必定保守我们到底 即使是在危难中 他的圣灵也会与我们同在 天父我们相信 你是满有权柄能力的神 求你常常兼顾我们的信心 知道无论如何你的爱都与我们同在 透过圣灵的能力 我们必蒙保守 谢谢你的恩典 导读神的话 路加福音12章5节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主耶稣啊 是的 我们唯一要敬畏的 要怕的就是你 主耶稣那个怕是一种敬畏 求主耶稣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 黑暗全世那死亡全世 我们就不需要惧怕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主啊 祢要指示我们 叫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我们所害怕的事情 我求世恩的主 祢帮助我们 在怕的时候 主啊 我们知道要来依靠祢 阿们 主耶稣 我们在害怕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来依靠祢 主耶稣 祢要指示我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黑暗全世 谋鬼撒旦 确实会影响我们的人心 但是主耶稣 我们敬畏祢 信靠祢 我们本当不害怕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本当不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要敬畏的是你 你就是那唯一的权柄 求主耶稣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有你的权柄 我们能够战胜这个世界 因为在心里面的比那 在外面的更大 谢谢主耶稣 因为在我们心里面的 比那外面的更大 外面的就是那杀了我们 却没有办法审判我们的世界 我们相信主祢 乐意我们在祢里面来敬畏祢 来惧怕战经 侍奉的来服侍祢 阿们 主耶稣 我们要战经的服侍 侍奉祢 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成为我们的依靠 主耶稣 我们敬畏祢 因为祢是配得敬畏的神 主耶稣 我们不受黑暗权势的影响 因为我们是与祢同国的 主耶稣 祢就是那个眷顾我们的神 主耶稣 谢谢祢 眷顾我们 因为祢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主啊 谢谢祢 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敬畏的是祢 主耶稣当外面有多可怕 但是主耶稣 祢永远就是我们的靠山 祢看我们为至宝 祢是这个世界的主 感谢赞美祢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